表面上他是磨豆腐的 其实他是个高手 这哪看得清啊这个 我也要瞎了这个 这都什么时代了 为什么你还要 这么浪费自己的时间 对不起 太无知了 就是太无知了 夏布又称麻布 是由筑麻手工制造的平纹布 作为人类最早使用的面料之一 夏布在我国的江西湖南等地 均有出产 以湖南流洋出产的夏布 实称最佳 质如青云色如银 壮丝明月泛银河 形容的就是夏布 清如蝉翼 薄如宣纸 瓶如水晶 细如罗卷的特点 此次柯兰和孙缅 准备前往刘洋 探访下部手工匠人的独特技法 你怎么会送给我一个这么女性化的包 看上去 很女性 很Elegant 对 好看 这工匠呢 他五代做这个吗 不敢想象 五代的工匠 这样说来他的历史 你会觉得这个东西立刻是身价百倍 那今天哥哥有礼物给我 我也有一个礼物送给你 真的 什么东西 今天我带了一个小朋友来 是一个新晋的歌手 齐宇佳 小小哥 你好 老师你好 来 请坐 请坐 你有没有做过手工活 打游戏算吗 打游戏 打游戏也算啊 你确是手工 他是这代人的手工活 像我们这样 那真的很难 有地方去了解到这种 中国的这种历史 包括这种传承类的东西 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解 好 我们今天要到这个匠人家里去 看看匠人的手工 跟这一代90后的手工 有些手工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现在小孩子的想法非常多 他们自以为看到了这个世界 就说教是没有用的 我觉得最有力的是深教 好多技啊 这个就是说那个师父的家 谈师父 谈师父 对 五代人在做同一样的事情 做到今天 你看 琪琪 这像不像你的五线谱 这每一根线 都是这么亮子的吗 这边动了 那边是不是在 对 我们去先拜会一下主人家吧 好 谈老师 你好 又见面了 你看 这是我的好朋友 柯兰 这个琪琪 我们今天专门来看看你 然后来拜师 谭智祥 刘洋夏布世家 第五代传承人 由他出品的手工夏布 古朴细腻 在世界布料交易市场上 是一块金字招牌 手工夏布的制作 需要精力 采麻 刮青 继纱 整晶 上浆 织布等多道工序 完成一匹夏布的制作 需要耗费七十多个工时 这个夏布最原始 它的来源在哪里 这个 比如说麻 开始的时候 是从那个野生找出来的 但是后来就是去栽培 栽培 因为要多吗 咱们原则里面有吗 有吗 我做了 咱们要去 我带你们去 好 制作优质的夏布 从彩麻开始 就要取优舌链 刘阳夏布选用的优质筑麻 就生长在这片阔叶帘中 这种筑麻皮内附的纤维 纤长坚韧 晒干后 能够呈现素雅高洁的色泽 俗称鸡骨白 这个麻感觉 首先是这样 把它落个叶子 把它落下来 从这里咬断 把手指这样 对 好 这个拿到这样 往下拉 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要的是皮呀 皮 我们要扒这个皮 对 仿断一下 对 把这个手指这样拿下来 一下子就出来了 不要放在脖子上 为什么 等一下飞痒 你看 不要拿在手里面 你看你们刮的毛 就是成了小变小变的 就是这个一片一片的 它刮起来的毛就好一些 像这个你刮的 这一比较丝多 也是成了丝一样的 打的时候不好打 你看我有多二 所以这是无知啊 我还觉得这样特别好 因为这样特别像丝 如果像这样 我们四个人像这样 采一天也采不了多少吧 一个就是像我这样的劳力 一个天只能把四斤干嘛 四斤 四斤 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用工业代替吗 工业它就是这个麻呀 放在这个里面一把一把地放进去 它是这样的收子 自己就给它屁包了 收了很细的那个纤维去缝的 可能在我们这一代的概念里边 我认为一切的东西都是可以用机械做代替的 就是像人工这么拉扯什么的 你完全可以用个机器去拉扯它 王者荣耀 百心百将 下节更精彩 每一颗将心 每一份坚守 成就每一个手工技艺最强王者 王者将心 荣耀传承 王者荣耀 和你一起关注 传统手工艺传承者 王者荣耀 百心百将 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王者荣耀 致敬文化将心冠名播出的 百心百将 洗手来 打下来的麻 成一缕缕丝带状 筑麻皮内附着的纤维 就是制作织布丝线的原材料 把这个工具 带在大摩室纸上 我们工作的时候 就把这个压着这个麻皮 踩麻后 首先需要用刀 剔除表面色皮 也就是刮青 保证最后的成品 显色纯粹 把麻这个取下来 再拔毛皮 再看到麻的那种很细很细的纤维的时候 我才知道 原来麻是可以这么细的纤维 我搞一根给你了 把刀给你了 你这样吗 这样 放下面一吨 有点意思 把这个麻放在这个里面 放在这个里面 大拇指压着 放下面一吨 就倒下来了吧 这个就倒好了 你看 被压得太紧了 你就断了 你这轻轻的力 看着很简单 操作的时候就发现 多力 王者荣耀 致敬文化将心 微信摇一摇 参与节目互动 迎娶王者周边 柱麻刮青后 会留下淡绿色的纤维 这种纤维枝旧的下部 具有天然纹理和吸水特性 因为蕴染效果自然 受到历代书画家的青睐 因此 在谭师傅的常课中 也有一批书画家 他们经常购入下部 作为画部使用 我是根据这个画面的需要 来进行选布 它是利用一种 这个中国画的一种技巧 然后再加上这种下部 天然形成了这种色彩 然后形成了一种特殊效果 所以下部就能够达到 这种效果 这个麻 除了画画以外 还可以做别的麻 很多 这个可以做复杂 柱麻制作的布 之所以被称为下部 是因为它 极为适合制作夏季衣物 柱麻线呈现的天然纹路 让下部透气散热性能良好 穿在身上清爽凉快 薄而不透 你看我的布 就是很多布 你看 师傅 你以前有没有穿过 你这做夏布的衣服 穿这个夏布的衣服的时候 估计还是三四岁吧 谁给你做的 还是我爷爷奶奶 以前我爷爷奶奶 应该是织布的吧 你看这个 其实也可以织出来 这样的形状的 我个人其实挺喜欢 这种质感的东西的 只是一直没有 特别好的设计 就是在这方面 我有个想法 就是说 从师傅这里 拿一些布 让这个设计师 设计一些样式 让夏布提供它的 副价值 好 我带走 孙免决定寻找一位设计师 对夏布进行成衣改造 柯兰和琪琪 则留下来继续学习下一道工序 寄杀 现在这个老太在寄杀 你看一丝一丝的 一丝一丝的要去分开 寄杀就是在织布前 手工将圆麻分离成 发丝般粗细的纤维条 单根越细 成骨才能越紧 挺阔有硬度的下部 依靠的就是这种物理特性 这道工序非常考验 江人的眼力和技巧 这个就是尾线 这个就是金尾线 它就是我们五个五枕 它可以分四根 一起就可以分四根 一起分四根 它就是这样 一页就分四根 对 你看 一个手指走个距离 它一下子分四根 它就是一下子分四根 这个太细了吧 整个这么细的是很好的 就是要是我一皮 不得有这么细 就可以作为浮沼 那是不是就是那种 所谓的上品 贡品 对 好像看不见 这么想 我也要瞎了 跟那个萝卜丝一样 我到现在没多一会儿 我都感觉眼睛看得有点花 你做这个做多少年了 七十多岁了 七十多岁了 你眼睛不花吗 眼睛有点不看见 我也 我眼睛的时候也是直了 那眼睛现在没直了 现在不直了 为什么现在不直了 是眼睛不看见了 所以奶奶这个是 完全是靠手上的感觉 是的 老奶奶到这个年纪 她眼睛其实很多时候 也是花的 我一开始就问过她 她平手的感觉 还能够把这些麻 分开来 接起来 可能就是那一瞬间吧 对我来说真的 冲击感特别大 然后我就一直看着 老奶奶那个时候 就在想着 有些东西确实是 没法代替的 对 奶奶 年轻的时候 坐下部的人多吗 在村子里 很多 很多啊 那现在怎么都不做了呢 现在 他们那个都做发布 都做什么 做发布 做烟花 哦 做烟花 是烟花的 能够赚更多的钱吗 那这几百块钱 我们搞这个 只剩十块钱 手工下部制作匠人的减少 在于市场的需求 如何让下部的使用更为普及 让下部轻薄透气的特点 在成衣制作方面发挥到极致 孙勉决定从刘洋赶往长沙 寻找设计师对下部进行成衣设计 我这次呢是这样 我是来探访一个工匠 谭师傅 他是做下部的 我觉得这个面料 它的挺阔性还是 还是有的 就是说设计的话 以它这个挺阔性的料性 来做就是说设计 应该是会有很好的效果 我还是挺有兴趣 去做一下研究的 现在国内很多学院派的设计师 也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下部作为一个很好的元素 然后把它运用到它的设计里面 国外呢 现在就是日本和韩国用的很多 做和服啊 然后香包啊这一类的 他们把下部软化之后 可以运用在服饰上面 日常都可以用 对 对萧萧实际师来说 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是是 因为面料还是比较硬挺 没有经过处理的 我们可能得想想办法 来做一些软化 享用下部制作适应皮肤触感的 实穿衣物 最大的难点 就是要对面料进行去浆软化 软化这个下部呢 基本上有几个方法 一是这个柔顺剂 柔顺剂 嗯 烧碱 这个生物酶 还有醋 因为这个下部是有颜色的嘛 我想如果说直接用烧碱 或者说生物酶 怕它会掉色 所以我们先用衣物揉氛气 然后它还可以酷色 要用90度的温水 好 加点揉氛气 全都加进去了 我们浸泡一下 等大概两个小时吧 我们再看一看 两个小时 哦 好 看看 好 看一下 你摸着呢 感觉比之前软一些 软一些 但是这个面料硬度 我怕它会 就是说干了之后 可能还会 还会有一些挺脱性 再回到原来 对对对对 我觉得目前效果 好像没有特别的明显 可能要多做一些试影 对 因为国内普遍的软化工艺 尚未成熟 使得夏布迟迟未能走入 寻常百姓家 一代代的夏布匠人们 都在持续对传统工艺 进行传承创新 谭志祥 也将夏布手艺 传给了自己的两个女儿 谭家五代工匠的故事 也续写出了第六代 不过 对于如何让夏布 更有效地进入大众视野 谭家的第六代夏布江人 有着比父亲 与时俱进的想法 请吃饭哦 这都是谭老师 还有母亲做的饭 吃一点一点 我做的菜 你试一下 太棒了 现在那个姐姐在做什么工作 从事医疗工作 你说 是的 谭老师他们都会不会做 都会做夏布 都会做 你几岁开始学做夏布 我大概七八岁的样子吧 天天在家里面嘛 慢慢 我慕然每天看到他们做这些事情 然后慢慢地就是会一些 那你有没有讲觉得 不做夏布有点可惜呢 不是说就不接触夏布啦 我们现在就是工作局 还是一样的可以帮助爸爸把这份手艺继续传下去 这谭老师你 你对女儿这个 你自己心里边是希望 有人 你的女儿是希望她是把你这门手艺给传下去的吗 对 你是希望的 我希望我的女儿把这个手艺传下去 那我们的生活 你几岁了 十六岁了 十六岁了 像高中了是哪个 嗯 因为我们今天一天在跟爸爸聊天啊什么的 就一直在觉得这么好的夏布 我们现在缺少的是设计师 缺少的是推广 然后缺少的是夏布的后加工的工作 你会想到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呢 很像吗 这个人有意向的 已经有意向的 你想看哪个经济 我去佛罗学院 去佛罗学院 它是我们中文文化的 我觉得还值得很高 现在像互联网 媒体时代 所以我觉得媒体的传播 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不是现在淘宝非常流行 那个主播吗 卖各种东西的主播 特别特别火 他也想了 还没有正式的 只有这个想法 直接当时把你的淘宝店 在那个名字告诉我 告诉我 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知道这家人 对这个手艺的挚爱 现在夏布还在等待 真正爱她的设计师 我非常期待小女儿 赶紧进北福 能够用她的 学到了新鲜的东西 注入夏布新鲜的学业 王者荣耀 致敬文化匠心 提醒您下期看点 人家说历历皆辛苦 我现在看到是思思皆辛苦 才会在哪里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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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